洪曠了北極 我們叫你大聲地呼喊 哎喲媽呀 我來了 現在有一個新的 摩登的這個詞彙叫數據貨幣 或者虛擬貨幣 這個叫虛擬貨幣銀行 那麼企業跟運營商 可以發行虛擬貨幣嗎 你是想錢想風 是想錢想風 為什麼呢 互聯網它沒有改變事物的本質 它就是跟你在 它其實是網絡空間處理的 處理的就是信息 數字 它沒有幹什麼 它什麼都沒幹 什麼叫數字貨幣虛擬貨幣 我們這麼說 央行印現鈔 發幣 它叫發行貨幣 是以現鈔的形式 是吧 當時大家都是用現金 再發展到第二階段 用信用卡 信用卡和現金 其實我跟銀行交流的時候 我就說其實信用卡的額度 就是發鈔 這個一定要管控 你不管控就是 央行變成這個它 貨幣發行總量 我不知道它怎麼記的 但是必須要嚴控 並不是說我推銷 推銷的這個一張信用卡出去 就那麼隨意 這個我2016年我就看到了 我說信用卡會大量壞著 極具飆升 錢越來越難賺了嘛 然後呢 你再到後來 我怎麼看這個智能機呢 我就認為 從信用卡 信用卡的這個SIM 和運營商的這個SIM 它的物理形態 它這個卡是一樣的 我認為現在就是 這個智能機 是一張信用卡上面 加載了一個通訊功能 兩卡合一 這個就是到現在就是說 形成了叫什麼呢 智能機 什麼叫數字貨幣 數字貨幣虛擬貨幣 不是央行所算的 終端支付形式 支付的形式決定了它的體系 支付的形式決定它的體系 那為什麼現在 有那麼多的所謂數字貨幣 這樣的說法 然後虛擬貨幣有好處嗎 比如說它不會做假 沒有偽鈔 沒有假鈔 這個都是其實 數字貨幣 外面有很多說 要把你的現金吃掉了 或者怎麼樣 其實不是的 這個銀行見到這個叫 其實第三方支付 在我們國家 它是 為什麼央行管不住它呢 第三方支付為什麼大家都那麼願意做 這其實是和國家的監管和政策有關係的 當時我也說我去做移動支付 我當時說這句話的時候 也沒有 認知也沒有那麼輕 做第三方支付都想去 其實都想去動 這個叫客戶的錢 其實 微信也好 支付寶也好 他們在這個終端 他們鋪那麼多機器是幹嘛 它是收單 收單就是說這個錢呢 要從它這裡走 但是你要知道 賬號體系是銀行特有的 其實你管住的賬號體系 第三方支付你不用怕的 你收多少手術費 就收你多少手術費 你收來的錢到銀行 雖然在你騰訊下面 在你阿里下面 你應該可以很清晰地把它區分出來 這是用戶的錢 你收多少手術費 手術費在另外那個 你能動的 是 你的錢 是吧 現在其實是監管的問題 把這個叫 大家就拼命地去搶 這個叫第三方支付 但我說的第三方支付 我說的移動支付是說什麼 我是幫助監管道 我是建管道 我是建支付管道 運營 我是維護的支付管道 我不碰金融了 應該是這麼說 這個叫數字貨幣 就是說這種支付方式 虛擬支付 你只要拿手機移動支付 就是數字貨幣體系 不存在 所謂的數字貨幣是什麼 現金叫離線貨幣失聯了 央行它要去分M0 M1 M2 它要去看了我這個經濟活動 到底現在是怎麼樣了 對不對 對 你的數字貨幣全趴帳上 你當自己是爹底下兩個兒子 你發給他們兩個卷 或者怎麼樣 10塊錢 100塊錢 查查你們帳上有多少 那不就兩個兒子 口袋裡摸來摸去摸來摸去 他不會丟的 那好 跟現在區塊鏈 有區塊鏈的交易 還有虛擬貨幣 有虛擬貨幣的交易 中國大媽還要買房金嗎 買其他貴重金屬嗎 那麼可以取代的 在互聯網環境之下 可以取代這些貴重金屬的 投資產品 最終會出現一些什麼類型 如果你認為 區塊鏈就是支付方式 虛擬貨幣 大家這個移動支付就是虛擬貨幣 就是數字貨幣了 就是貨幣 那你又要回歸到 這個叫互聯網的本質了 互聯網是去中介的 對 對 我今天問你 發行貨幣 它目的是什麼 其實這個幣是信用的 對 它是主權才能發的 為什麼 現在做虛擬貨幣的這些公司 做啊做啊做 它做到後來 你包括補國的Libra 它要發行幣 對吧 它發行幣 它還是線下思維 我和一攬子貨幣掛鉤 我是穩定幣 你這個動作一做我就看 你就是沒有信用 對吧 你要穩定 對吧 你就是沒有信用 發幣不是你幹的事 對吧 你除了Libra你要認 你就是自己 谷歌體系裡面去發行 員工只要認你 你能消費 都可以 對吧 網絡空間一直說 現在在這樣 去中心化 對 去中心化這件事 你想一想 這個世界的中心是誰 經濟 美國 是吧 你怎麼樣 你怎麼樣論中心 也論不到中國 也論不到中國 目前的和可見的一個歷史時期 不是 就是在這個叫 我認為未來那是中心了 未來是中心了 未來 但是現在人家去的是什麼 去掉的是以美元 為國際貿易結算主要貨幣 建立 以區塊鏈方式建立 虛擬貨幣或者數字貨幣結算體系 去美元化 去掉 去掉以美元為主要結算貨幣 這麼一個美元的 去中心是去美元 但我們的大外宣 可以把它搞成去中國化 牛逼了 這是我一直沒看懂的 去中心 輪不到中國 你去中心怎麼弄得回來 全世界去中國化了 這個 這個變成是一種悖論 當所謂的互聯網的去中心的話 其實在經濟活動裡面 你要抓住 你玩政治的人 你要很明顯地把它抓住 去美元這個支護的這個體系 對 對 OK 但是現在好像弄巧成拙 那麼為什麼說 可以去美元呢 其實誰說了也不算 它是交易方式說了算 那麼現在這種交易方式 能不能去美元 我一說你就能夠聽明白 我想 我剛才說幣 做交易的時候 你是什麼 叫貨幣交換 對 貨和幣交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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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麼這張幣 它是一個戒指 一個戒指 對 它是一個信用的代表 對 對吧 對 那麼你拿了這張幣 你還可以去買其他貨物 如果說把這張幣去掉的話 是不是物換物了 黃金有用 嗯 嗯 OK 了解了